好,这个全球收藏普洱茶的兴起 也在台湾吹起了一股典藏成年老茶的风气 2017年成立的台湾典藏老茶发展协会 有介于台湾对老茶的典藏收集住存 并没有一个完整且公信力的规范 因此特别透过协会建制专业的公正公开平台 为民众食品把关的同时呢 也为酝酿台湾百年老茶建立良好的基础 台湾成年老茶产业正在兴起 但该如何典藏收集储存品质把关 台湾典藏老茶发展协会 积极透过协会整合并建制一个完整 且具有公信力的规范 为酝酿台湾百年老茶建立优良的基础 第一个经过协会的平静制度 第二个经过我们的荣耀的残留的检验都合格之后 然后经过协会的认证统一的包装 然后建立一个最好的未来的茶叶叫做典藏茶叶 建立优质的现在的老茶已经存放二三十年的老茶 2017年协会成立至今 来自全台各茶区共九十九位茶人为正式会员之外 其余皆为活动会员 协会透过每年举办的专业评鉴大赛 趋无纯精 严格执行药检检测 创立九九长茶品牌 包装及行销 会员彼此分享交流学习 共同提升维护台湾百年老茶的品牌 公新立即品质 老祖先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只是把它选来 我们继续运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推广是 竟然是从一点一个线一个面 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我想现在全省各地都有在办长茶的理念 我觉得这条路应该可以长走得很久 台湾长茶会 今天上午首度 移试到瑞瑞五赫茶区参访体验 同时开办蜜香红茶论坛 特别就生产制作及典藏在地特色茶等议题 共同交换意见 彼此分享交流 到蜜香红茶的故乡来 民国九十年左右 我们才又转型做蜜香红茶 那这个转型让我们整个五二茶区 可以成为一个全省的一个茶区的一个亮点 那在这边要感谢我们所有茶笼的一个研发的精神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个会员的这个协助 推广我们这个蜜香红茶 这个大家好才叫好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还是要感谢老茶协会 让我们走出另外一条路 只有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对于能够多元化来推动在地特色茶产业 创造也传承千年的茶产业艺术文化 工部门也乐见其成 也就是说 我们茶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所以它也是一个我们那个文化的那个 的一个延续 接近一个艺术品的那个阶段 我们希望说是能够带动全台人神 这整个一个那个新的一个风潮 成立四年 台商茶协会在全台各茶区开支散业 会员也达成一支共事 除了建制专业公正公开的神任检测平台 为消费者大众饮食安全品质把关 也逐步建构台湾百年老茶产业 记者是玉兰 瑞瑟财榜报导